現在是2022年了 不知道大家期待什麼遊戲呢 這次我先跟大家說說一月有什麼遊戲 大家正在看這款遊戲 是三個遊戲 還有就是一月會推出的咒術會戰 大家期不期待呢 這個頻道是做了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 好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個月有什麼新遊戲玩呢 畢竟是2022年1月 當然有多話要說 第一款是《惡龍淫2》 1月4日就會進行產檔測試 遊戲是SLG遊戲 也是一些策略遊戲 大家也是建成 領兵打仗 看過畫面蠻漂亮的 不知道出來是怎樣 接著這遊戲很有趣 叫做《重返未來1999》 1999早就通過了 究竟《未來1999》又是怎樣呢 這遊戲的故事味蠻重的 它又玩什麼呢 純粹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回到過去 重演舊時代又會怎樣呢 即是大家可以在1999年 體驗當歧視的時代 當然不是說現實 遊戲會說一些巫師、魔術師、怪人 即是他們應該有些特技 遊戲很有趣 用英文配音 最特別的地方 它說要讓我們看看 《華爾街》當時是怎樣呢 以及《華爾街》在1929年 當時的故事爆煲 那一下又是怎樣呢 故事挺有趣的 我們玩遊戲可以看歷史 究竟出來會否改變太多呢 如果是我的玩 我會比較希望看到歷史重演 不過相信應該是可以讓我們改變歷史吧 接著就是前陣子 直播跟大家玩過的 《奇蹟MU正宗續作》 遊戲會在1月13日推出 如果大家本身很喜歡懷舊系列的遊戲 《奇蹟》應該適合你 因為《奇蹟》這個IP已經很久了 遊戲用了《Unview Engine 4》 去打造 遊戲除了可以上天下海 還可以有PVP、成戰等等 到時推出的時候 我會再推出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攻略等等 我相信大家看完攻略 應該會懂得玩 先說到這裡 再多說一句話 你又說我收了錢 偷偷地告訴你 這影片真的沒錢 接著就是一款RPG手遊 這遊戲厲害了 它的IP是《咒術迴戰》 遊戲叫做《咒術迴戰幻影遊行》 說是會在1月推出的 究竟它在1月推出不推出 真的不知道 相信它說得應該也是 看它的畫面 是一些穩打穩擇的回合制遊戲 推出是怎樣了 再看看吧 大家看到這遊戲叫《超凡先鋒》 說是說今個月即是1月大家會看到 遊戲是會出繁中版的 遊戲是玩什麼呢 當然就是大家看到的射擊遊戲 最特別的地方 就說有物資交易的機制 即是我們可以透過遊戲的交易系統換東西 然後我們讀 looks under December 這遊戲中呼籲在1月13日的時候 會在韓國推出 有PC平台iOS Android 我在Steam那裡會看到 часть blogs 大概二囉 不過我表示第一季才會推出 Kookлет Citizens Trouble 是韓國推出的 相信我到時候也會再玩一玩 遊戲的� Mosul到像這個暗黑破壞神 不過 如果有手提電話和電腦 出到街上可以玩 回到家裡又可以玩 會不會贏到暗黑破壞神呢 因為暗黑破壞神 大家玩來玩去 都玩得有點厭惡 1月14日 有一款遊戲叫《代號降臨》 這遊戲是玩角色扮演 冒險 生存 以及科幻類 遊戲中可以看到 算是一個末日類型的遊戲 即是我們要在這麽融融爛爛的地方 這麽多沙塵的地方去生存 亦有載具和槍械給我們玩 我相信我們在一邊陣營 要生存的時候 就要跟另一邊陣營對抗 射擊遊戲在手提電話上真的一般 如果大家本身很喜歡玩射擊遊戲 亦很喜歡在手提電話玩的話 可能這遊戲可以留意一下 接著1月18日 有一款遊戲叫《帕尼尼豪門足球》 名字挺有趣的 不知道為何會說到這類型的名字 遊戲說 主打是收藏球星的卡和養成 我們假裝經理人的角色 打造明星球隊 如果大家喜歡玩運動遊戲 試試看吧 1月19日 有一款叫《真三角無雙霸》的ARPG遊戲 遊戲玩些什麼呢 我早在陸服玩過 其實不僅是三角無雙的玩法 當然 亦有傳統的三角無雙玩法 即是入副本 打關 打武將 另外它亦有獄城系統 可以製造武器 養馬 以及你的領地都可以升級 大家喜歡《獄城》的三角無雙 可以留意一下 接下來這遊戲叫Demo 2 詳細玩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解謎音樂的冒險遊戲 我們2022年1月的遊戲 差不多介紹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心儀的遊戲想玩呢 我重點應該會玩多些奇蹟 以及三角無雙霸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兩款遊戲有興趣 不妨先訂閱我的頻道 當然啦 你會說 喂...不是啊 我對這兩款遊戲都一般 不要緊的 你訂閱我的頻道 其實我每個月 每星期 每年 都會跟大家介紹一些手機遊戲 希望這些影片 可以讓你知道 接下來有什麼手機遊戲玩 也可以幫助你去... 不要錯過一些你喜歡玩的遊戲 我們1月的遊戲介紹到這裡 下個月再見 拜拜 靜靜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